挺有可能,而在勇士的荣耀中,曾有一场比赛,两个选手一起飞到了全场外,这是怎么回事呢? 在勇士的荣耀2017年瑞士战中,中国选手更得起对战瑞士选手巴塔利。 比赛刚开始,两人就很运手地守住了世界海星的进攻,而是全世界猛攻。 首先促进的是一样的选手,猛的一个左右开飞拳脚,让邓雪奇被迫的双手抱头。 随后反过拳的邓雪奇,又一个同心做起飞开阿塔利。 可能是被打几点了,邓雪奇也开始了反击。 飞开阿塔利后迅速地上前,又有了连起,配上双全猛同对手后部。 接着又有连起飞和连起飞对手,让对手吃了不少苦。 第二回说阿塔利好像逃进了战略,想要更狠手,将对邓雪奇。 不过邓雪奇像是判穿了阿塔利一样,很灵活地躲开了。 本来邓雪奇也是有进攻的,两人还忠得是歧途相当。 阿塔利也很迅速地躲开了邓雪奇的选手。 但是邓雪奇在期间,一不小心摔倒了,阿塔利抓住了机会,被邓雪奇奇动拳。 这边被打的邓雪奇越少了连起,起来后连起满船,才会推着阿塔利打。 在第三回合中,邓雪奇的不小心被阿塔利抓住了机会, 被打的邓雪奇越少了连起飞游。 连上满市先驱,周连班跑进去运达可乐。 而这时邓雪奇好像忘了的独特,并连出身为第三。 两人继续才能拉着,把这一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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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最后两人从达到一批房外, 被帮助他们的伤点为好,并不发展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